超音速5倍, 飛尿洛一個多小時 香港飛美國要坐十幾小時, 想起都不想去 不用怕, 遲些可能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 因為美國研究了一個飛行引擎, 秒速有兩公里 那就是音速的5至6倍? 真是嗎? 真是, 現在的引擎是波音研發的 用了超過10億港幣, 昨天已經完成最後一次測試 它就不像傳統引擎, 要靠燃料和氧氣加速 而是用氫氣做燃料 加速的同時, 會吸入到處的氧氣進去燃燒 那就有更強的推動力了 這個新技術, 不只可以用在客機上 還可以用在導彈和軍機那裡 不過是紐約快過深圳, 多划 哇, 趴花時間, 都說不划 那當然啦, 這麼趕, 哪有時間去適合女空姐 耶 什麼時候 還對 好, 請問 我們ぐ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